是怎么做的 其后可是仰几件后期 看来传言不虚 火灵碎母体周边衍生出的种子 离开母体 就无法存活到收成 不过只要踩得了这株火灵碎母体 回去后精心栽培 便可繁衍出更多的种子 到时候 我大洲便有独一份的四品原始资源了 此次将军府有大功 灵火灵碎成熟 定有将军府一份 那我先行谢过殿下了 也有你一份 我只是好奇它是什么味道 可不稀罕 接下来 该去结束外面的战斗了 陆统领 我劝你死心吧 就比那飞殿下的实力 恐怕早就被大公子收拾了 戏嘴 老师待着吧 大公子出来 我会让你进去 给那飞殿下收尸的 恐怕要去收尸的 是齐管家你了 殿下 怎么是你们 大公子的 齐浩已经先走一步 谁再敢顽抗 我就送他去见齐浩 怎么可能 撤 收领 齐浩战死 霍灵岁被周园夺得 不过他们的人马 也是元气大伤 很好 我们的机会来了 好 豹 牢 豆腐 威尔尹 ducks 缘夺太 加油 缘夹太 加油 安妇 妇 妍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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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妇 妍妇 妍妇 死P元婉 光臣的雷天激励 这的能量 凶失天官就爱不了一下 收了 妖妖姐 尚且你固扯 快出镜圆树 这边血里也是送死 我们走 是 姚姚姐 你没事吧 四匹芒鼠受毁 周园不要错过 幸好没被吞吞吃了 不然要想再找到第二条四匹芒鼠元兽 不知又得费多少时间 一百盘元兽肉干 成江 这下修炼祖龙巾第一处通天玄猛切的材料就凑齐了 吞吞解决掉黑毒王再给你两百盘肉干 跟我战斗还敢分神 魏将军何必咄咄逼人 我不过也是替人办事而已 和你身后的大家好说去 我没脑子的畜生 我的毒气你也敢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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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我认输 那 你放我离去 我离不犯大洲一死也好 今日你折戟在此 就没人敢再犯我大洲边境了 那我投降大洲 为皇室处理怎么样 殿下 殿下 此疗狠毒狡诈 小心被反射 神殿下 你给我一个效忠大洲的机会 姚姚姐 你有什么手段能够控制住黑毒王 让他日后不敢伸出反心 有是有 但得在黑毒王没有丝毫反抗下 才能施展 黑毒王 你若真有此心 就下来任我处置 若不愿意也没事 就用你的命 为那些死在你手里的大洲子民赎罪吧 别打了 我愿想 殿下 殿下 我愿想不 你若真心降服 就让我在你身上种下一些手段 如何 是 抬头 黑毒王 收敛你的元气 不得有半分抗拒之心 否则 此法不成 你就准备受死吧 这叫锁神子母纹 若你敢心生反应 只要催动母纹 你的神魂 就会顷刻覆灭 这是母纹 若他有一心 捏碎即可 日后 你就为我大洲征战 也算是为你造下的那些罪孽还债吧 是 殿下 神道 神道 神魂攻击 一品原文 混沌 一品原文 请 peek 就是 混沌 混沌 猪 拍云 啊 啊 又来了 你找的这个人没问题啊 只要他能让周元得不到御英国 他有没有问题不重要 死了都不打击 黑毒王这个名号 我觉得你更合适 想拿御英国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 接下来 怕是会更暖了 不对劲 还没见过 开火 开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妖妖姐 殿下他们怎么了 应该是遭到某种神魂威势 形成了神魂攻击 如果承受不住 神魂就会被碾到碎裂 神魂碎裂 那不就变成痴呆了 不行 我得将殿下救回来 放心吧 若只是神魂攻击 想上周园可不太容易 这下那废殿下总该完了吧 是个魂威势吗 可惜 我尝过的恐惧远非这奴婢 就让我告诉你 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 即使 Buzz Hudson 毕业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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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 毕业务沟 杢务沟 毕业务沟 超过往 荤 太好了 殿下没事了 太好了 赵清风 你还愣着干嘛 赵清风 好险 羽莹说怎会有如此强悍的神魂威士 幸好我的神魂强悍 应该是第一个挣脱出来的吧 那小子如此年轻 神魂怎么可能比我还强 今天必须让他死在这里 二品原文 鬼脸试魂文 殿下小心 周园 斩魂文 噢 噢 虚净中气 原来你也是虚净中气 哼 既然先前的御英术 没有让你品尝到足够的恐惧 那我再送你一份 蛤 蛤 就是蛤 蛤 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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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终于到手了 这下可以把母后损失的寿远 补回来了 好奇特的指环 这个飞殿下倒是有点本事 我们快去火灵碎那边 他很快就会明白 自己不过是在为我们做嫁衣而已 等他辛苦夺得的宝贝 都落到我们手里 那时他的表情一定会很好看 殿下 恭喜殿下 成功得到御英国 其后他们 应该赶去找火灵碎了 我们也快过去 瑶瑶姐能看出什么吗 看样子是一件具有增幅神魂作用的元宝 先前那些神魂攻击 是御英术的本能防御没错 但一棵树哪来那么强的神魂 应该是这枚指环增幅了他的神魂 那拥有这枚指环 对神魂修炼岂不是大有弊意 不过他已经坏了 应该是御英术消耗掉他太多神魂力量 导致元宝损坏 若能将他修复 或许能让人在短时间内 将神魂增幅到惊人的地步 瑶瑶姐 你能修复吗 除了我你还能找谁 那就麻烦瑶瑶姐了 小心点前面有动静 怎么 什么情况 是齐昊的人 小心 六个天关镜级别的战魁 看来是齐昊将这四人 把天关镜战魁往我们这边引 想拖慢我们的脚步 好奸诈的东西 陆统领 天关镜 上 是 好奸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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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此行拉拢了大将军 不然光凭我们 想创入遗迹身处 还是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些天关镜战魁 比先前的战魁还接受许多 他们应该和先前的战魁一样 以元文为动力 只要元文被隐藏起来 只要你找出他们身上的元文 另机会 就会让他们立刻增弃战魁 如果我用神魂应该能找到他们的元文 只要不行 就算我们能打垮这些天关镜战魁 也要付出惨重代价 我去帮忙 大将军 我们还是按照原来商量好的策略 你保存实力 提防黑毒王 顺便保护遥遥解 可陆统领他们 放心 我有对付那些战魁的办法了 陛下 别过来 杜统领 控制住他 是 找到了 找到了 找不到 好 树 悲伤 最善 陆统领 快让大家攻击战魁的后心 这是他们的命门 是 殿下 全解决了 大家辛苦了 多亏殿下 找出他们的弱点 否则这场恶仗 不知还要打多久 殿下没事吧 没事 再过一会儿 火灵碎就要盛开了 我们快过去 不然就让齐浩杰族先登了 从那边走 就能到达火灵碎那儿 周元他们 应该还在跟那六个天关静战魁苦战吧 这下看他怎么跟我争火灵碎 可惜 那几个氧气镜也回不来了 无妨 不过是些棋子罢了 大公子 这些家伙爱手爱脚的 要拿火灵碎 得先解决掉才行 那还等什么 这边 这个是棋子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